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最近呢 全家推出了 鰻鱼饭 天啊 真的好想吃鰻鱼饭哦 看看鰻鱼饭的售价 169块 其实还蛮贵的 但是 如果以外面的鰻鱼饭售价 在台北呢 你去吃一颗鰻鱼饭 大概就要380 480 甚至580的价格 你才吃得到鰻鱼饭 面对4500块 才能吃一份的鰻鱼饭 你在全家便利商店 用169块的价格 就可以吃到了 是不是超划算 超便宜的 那时候鰻鱼饭一上架的时候 我是有看到 但是 因为还没到休假时间 我就不太想吃 终于终于 熬到了礼拜五 哦 放假了 又是一个愉快的小周末 我真的好想吃鰻鱼饭 今天的心情就是想吃鰻鱼饭 我礼拜五都要先做一些事情 然后才会回家休息 但是呢 我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9点多快10点了 我真的不知道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还好我今天选择要去吃鰻鱼饭 但是 想要吃什么 偏偏买不到 我走到我们家附近的全家 第一间去看 没有 第二间 没有 第三间 没有 好累 真的快放弃了 而且都快要走我家一圈了 我心里的小恶魔跟我讲 你不要再找了啦 绝对没有啦 这时候你会问 偶尔天使呢 天使就我啊 就是那个一直努力在找鰻鱼饭的我啊 我就是天使 不要往脸上贴金 我真的想要走回家了 很想放弃 但是在第四家 全家 我终于看到鰻鱼饭了 太棒了 然后顺便买了明天要吃的中餐 我就去结账 买到鰻鱼饭真的超开心的 虽然说我花了两百多块 这一路上呢我就在想 如果我当时放弃了 我当下的音乐就会是 空隆康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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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我有买下来 因为我大概就吃一次就不会再吃了 于是呢我吃了下去 这个饭好咸哦 鰻鱼饭酱汁真是超我想象的咸 它的盒子上面有写 那含量 我又在怀疑人生了 我真的是一个怀疑人生姐 一直在怀疑人生 鰻鱼饭好咸哦 我个人吃东西呢 就先把饭吃完 然后再把好吃的东西留到最后吃 所以我的鰻鱼跟玉子烧是最后吃的 鰻鱼呢吃下去 入口即化真的是 不用咬它就化掉了 超好吃 玉子烧呢它也不错吃 但是那个饭真的是死闲到我受不了 我的圣在哀嚎了 然后我在旁边配了一个烧麦 就是全家有卖妈妈主义的那个冷冻烧麦 还好有配烧麦 咸到怀疑人生啊各位 买到鰻鱼饭的当下呢 我就在想我应该不会再吃了 结果真的吃完一次之后 就再也不会吃了 如果要再买鰻鱼系列的话 可以当出那个鰻鱼吗 那个鰻鱼真的超好吃 一般正宗的日本料理店 那个饭不会这么咸啊 天哪 以上是我踏破铁鞋 找到鰻鱼饭的故事 其实鞋也没破啦 呵呵 身为衰到爆的天选之人的我 告诉大家 如果你在第三家没有找到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弃呢 因为事不过山 在台湾呢 有一个叫做事不过山的定律 我就是那种打破定律 事会过山 超级无敌倒霉的天选之人 经历了鰻鱼饭事件的 我可以告诉你 有智者士进城 就算你第三家 第四家找不到 全台还有那么多全家 难道你在出去旅行 或是出去玩的时候 不会看到全家吗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پ鱼跟培鱼鱼铍养 最后人暂时 不见不见 所以 感谢观看